比特犬不压实,一旦压实就是新闻 谁说折祸不要人,但是要人的话,一般人受不了 东风吹,掌鼓勒,打听打听,比特怕过谁 为什么有要人倾向的比特犬必定卖掉 一般的比特犬只有三四十斤重 就像这种大梯比特犬也只有六七十斤 不懂狗狗的人认为,这样的小狗一绝就能把他踹飞 说这种话的人都是不懂比特犬的性格 大家可以去头条里看一下 比特犬要人的视频,你就知道这种拳有多厉害 比特犬一旦发动性弓的时候 不管你如何打他,或者拿棍子打他 他都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因为他一旦发动性弓,会大量的分泌身上潜伏 造成的结果就是,他暂时性的失去疼绝 你越打他,他会越兴奋,攻击欲望也会越强 不过比特犬基本上不要人,他确实要狗 比特犬一旦发生和别的狗狗要紧 你想给他拆开,为由用敲棍才能把他的嘴巴撬开 正常情况下,狗狗的鼻子最敏感 哪怕再熊猛的狗,吹一下他的鼻子 基本上都会倒地不起,甚至松口 但是,比特犬除外,说一说,对人类有攻击性的比特犬 一定要理性思想,万一发生要认的情况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摇得强,打一针矿圈一鸣就一千多块钱 遇到好说话的还好说,遇到不好说话的 再保几个钱,巡视就更大 比特犬和一般的狗狗不一样,他咬住就是不松口 后果往往会非常严重 不过,再厉害的动物,人类还没有怕过它 所以,就像这种比特犬,只要你不激怒它 对人类还是有以无害理